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不忘再次点名中国 强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因贪腐和以权谋私 被法院判了三年 牢狱之灾大概率是不会有 但是东山再起恐怕希望渺茫 更重要的是他的命运 让美国网友联想到了自己国家的一位前总统特朗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号发表首次外交政策讲话 列出了八大优先事项 为美国外交政策要务定下了基调 布林肯就表示外交永远优先于军事行动 美国不会再以昂贵的军事介入全球各地 推动政权更迭 布林肯3号在美国国务院发表担任美国国务卿 五个星期以来的首次外交政策讲话 他指出美国的八大外交优先事项分别是抗击新冠疫情 加强全球卫生安全 扭转经济危机 建设更稳定更包容的全球经济 重振受到威胁的民主 建立人道且有效的移民制度 加强同盟与伙伴关系 应对气候危机 推动绿色能源改革 确保美国在科技上的领导力 以及管理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 美中关系 布林肯指出同盟是美国特殊的资产 拜登政府现在正在加紧 重新与盟友建立关系 重新投入到伙伴关系中 布林肯在讲话中还承诺 外交将会永远优先于军事行动 这是美国吸取的经验教训 长期的海外军事干预成本太高 几十年来 美国在阿富汗中东地区的介入表明 军事行动对实现持久和平的局限性 因此穷尽外交手段至关重要 但同时布林肯强调 当美国人的生命和重大利益受到威胁时 美国将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在军事干预方面 布林肯为美国上周空袭叙利亚 东部地区进行辩护 指出拜登政府将在美国人的生命和重大利益 受到威胁的时候采取行动 并且表示 拜登会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沉痛教训 为教训来使用武力 值得注意的是 布林肯是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的倡导者之一 当时他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担任民主党参谋长 布林肯列出了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 其中之一是应对中国挑战 他就表示中国是美国21世纪所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 也是唯一能对现有稳定开放的国际秩序构成严重挑战的国家 布林肯认为美中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必要的时候也存在敌对关系 但是无论如何美国都需要从具有优势的位置与中国接触 中国是唯一国家的唯一国家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ll be competitive when it should be collaborative when it can be and adversarial when it must b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the need to engage China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that requires working with allies and partners not denigrating them because our combined weight is much harder for China to ignore it requires engaging in diplomacy and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cause where we pull back 而对于布林肯的言论 中国国家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丝毫回应表示 中美在一些问题上难免存在分歧 关键是要相互尊重 又指中方将会继续坚定维护 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在全球化时代 以意识形态划线 拉帮结派稿针对特定国家的小圈子 不得人心 没有出入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 在一些问题上难免存在分歧 关键是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以建设性的方式 妥善加以管控和处理 中方在涉江涉港 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中方致力于同美方发展 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关系 同时将继续坚定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好的 相关话题 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值班总编 杜平先生听一听杜先生观点 杜先生你好 你好安东 杜先生听一听 对于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 你有哪些观察 他会受到哪些彻众 我觉得从他这个讲话里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跟拜登说的 大致的基调是一样的 那么在八大首要任务之中 其实关于中国方面的 是排的最后的 排的第一还是新冠疫情和经济等等 这说明的就是 在美国的对华政策当中 包括对外的政策 整体的外交政策 都会受到他自己国内的问题的一些牵制 因为他们也非常清楚 就是新冠疫情 经济 这是对困扰着美国的两大问题 而这两大问题又困扰着美国的外交 所以内政是外交的延伸 如果内政搞不定的话 外交上他想做什么 其实都很难 这个他们判断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作为国务卿 谈到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 竟然是把经济和疫情放在最前面 这个过去很少 这说明美国现在内部问题很大 第二个就是他不断地重申 说要美国要在更强的位置上 跟中国打交道 这个过去也没有讲过 过去的历任的美国的国务卿 在阐述外交政策的时候 都没有讲过 这说明有问题 这说明有潜台词 这个潜台词是什么 就是说跟过去相比的话 美国跟中国打交道的这种能力 应该是不如以前了 所以更强的能力跟中国打交道 事实上是这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在经济上面 因为中美经济现在差距越来越小 科技方面 中国是迎头赶上 其实有的地方已经超过美国 然后军事方面 就是说这三方面的这个实力的差距 是越来越少 对美国来讲 当然是有危机感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还是从主要的侧重 从内政方面 国内建设方面 来从强的这个地位跟中国打交道 他才有可能就是说占据优势 否则的话就很难 整体上来讲的话 这个涉及到中国的判断 包括比如说合作 竞争和对手的关系 这三者之间呢 应该可以说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侧重 这个要看未来 他的具体实施过程当中 基本的一个具体的政策 好的 谢谢杜先生做点评 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带您关注另外一个交点话题 法国前总统萨科奇 因为贪腐和以权谋私罪 被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 成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面 守卫被判实刑的前总统 萨科奇在三号呢 就公开表态强调 将立正自己的清白 并且会战斗到底 3月1号巴黎清罪法庭判决法国前总统萨科奇 贪腐和以权谋私罪程 出以三年有期徒刑 其中一年实行 两年缓刑 根据检方指控 萨科奇在2007年总统竞选中 非法接受来自欧莱雅集团 已故继承人被当股的资助 并涉嫌在2013年试图收买一名最高法院法官 以换取案件内幕信息 而萨科奇律师称判决毫无依据 已经提出上诉 并考虑向欧洲人权法庭提出申诉 展开漫长的法律战 根据法国刑罚规定 少于两年的徒刑 可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自由执行 萨科奇不会狼当入狱 但必须在家中戴上电子手环或脚环 相当于变相软禁 如果萨科奇上诉成功 也有推翻一年实行判决的可能 上诉后的重新审判 预计将于2022年进行 萨科奇目前遭到 多达12起案件的司法指控 其中两件撤回 一件定罪 另外9件都还在继续调查中 意味着萨科奇日后可能面临刑期更重的其他判决 自从2012年 萨科奇卸任总统之后 法国司法机构便对他启动了一系列司法调查 其中他与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家族的权钱纠葛 最受关注 消息指 卡扎菲曾向萨科奇提供5000万欧元 用于总统竞选 萨科奇2007年当选总统后 先是访问利比亚 随后又高调接待卡扎菲的回访 而在2011年 萨科奇突然发动利比亚战争 卡扎菲死于非命 卡扎菲之子公开指责萨科奇 在利用军事攻击杀人灭口 2018年 萨科奇曾因此案被法国警方拘留 关押48小时后获释 尽管官司缠身 萨科奇在右翼阵营中依然拥有强大影响力 在2022年大选中被寄予厚望 这次司法判决 无疑给萨科奇阵营当头一棒 党内人士痛批 这是一场政治追杀 从政治明星到阶下囚 回顾萨科奇的政治生涯 还有八卦 都是极富戏剧张力的 1978年的时候 萨科奇本科毕业就投身政治 靠铁腕对待非法移民快速的吸粉 一跃就成为了法国政坛 最具号召力的新兴 萨科奇就任总统之后 就开始主张自由经济和国际贸易 提高行政效率 减轻政府负担 一度也是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度的 此外他还高调的赢取 刚刚片子里也提到了 赢取富二代名摩布里尼 平添了不少的曝光点 然而他对美国这样的一种 可以说是一步一趋 让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 同时罔顾民众的意愿 积极地介入阿拉伯之春 也导致在2012年民意的支持率 跌入了谷底 此后萨科奇就黯然的卸任 深陷贪腐和滥用权力的指控 如今的萨科奇虽然说 不会真的穿上球服 开启铁窗生涯 他的经历仍然可谓是开创了 法国历史之先河 比起他是否真的会住进监狱 人们其实更关注的 就是这位前总统 还有没有东山再起这样的可能性 现在其实距离2022年的大选 仍然还有13个月的时间 有分析称中右派共和党 仍然是处于群龙无首这样的一个状态 相比其他的人选 萨科奇仍然是党内唯一 可以说能够与现任的总统马克龙 进行一决高下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但是这一次的官司 无疑是对萨科奇政治生涯的一记重拳 现在有不少的媒体都认为 虽然判决尚未出炉 但是萨科奇角逐明年大选的希望 实在是非常的渺茫 而有趣的是 法国前总统被判刑 似乎也打开了美国民众的脑洞 有不少网民就表示 萨科奇的今天其实就是特朗普的明天 华盛顿邮报也特地分析了 两位前总统相似之处 并认为说这一次萨科奇的定罪 无疑是对特朗普的一种影射 为政治清算 特朗普提供了可能性 同时针对特朗普的法律拉网 现在也在收紧 虽然说逃过了弹劾 但是如今作为平民的特朗普 仍然面临着一连串形势和民事诉讼 什么煽动国会暴动 税务问题再加上性骚扰的指控 有不少媒体都认为说 如果真的要定罪的话 特朗普面对的指控 可比萨科奇要严重的多了 好 我们继续请出 直办总编杜平先生 杜先生 我们就说萨科奇 您怎么看他未来的政治生涯 那会对法国的权力版图 政治版图带来什么影响 萨科奇基本上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 他这一次判刑三年 虽然在家里软件也好 或者不用穿球服也好 我觉得后面还有好几个官司都要打 就是说法国的政坛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萨科奇 他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右翼派 右翼政治人物 所以从左翼的角度来讲的话 对他是恨之入骨了 当然他也会自己在右翼阵营里面 右翼的政党里面当然受到欢迎了 但就是因为他可能对政治的报复还是太大 所以也导致很多人的嫉妒 围剿 这个都不排除 因为政治这个方面就是无处不在 但涉及到这个官司 我是觉得萨科奇是我个人认为是最有应得 因为从从政开始 特别从内政部长当内政部长开始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分裂性的人物 分裂性的人物 过于高调 工作作风过于高调 生活作风过于高调 然后生活太奢侈了 其实很多的法国人对他应该说非常的不满 那么现在这个执政党是社会党左翼的 那么当然萨科奇他是希望用这种抗拒法律 这个法律对他不公的这样的一个指控 来赢得更多的右翼支持者的支持他 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很难讲 但是未来有可能会把它塑造成一个政治牺牲者 好的 谢谢杜平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凤凰焦点关注的全部内容 也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安东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巴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